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李曙芳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持續的下跌 下跌了63點 收盤的指數來到11817點 其實在講台北股市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美國的股市 其實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 持續的下挫之外 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 美股的盤後盤 在我們開盤的瞬間 它曾經大跌400多點 主要的原因 就是來自於整個伊朗 它開始去做一些反撲 它也用火箭炮 你打我火箭炮對不對 我也用火箭炮 打你的美軍駐伊拉克的基地 我們在之前就講過 這些零星的一個所謂的恐攻 它是在所難免的 整個一個中東國家裡面來講 它又不是吃素的 它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 隨著美國的一個攻擊 而且這一次的美國的攻擊 在全世界的輿論上面而言 並沒有站在美國的這一邊 所以伊朗 他們在這種 比較屬於集權上面統治的一些的國家 它一定為了鞏固自己的威望 它去進行的一些恐攻 但是它真的能夠打到美國本土嗎 我就很難 像之前的雙子星大象那種很難 但是零星式的 零星式的恐怖的活動 那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那我為什麼先跟大家看 整個一個美國的一個指數 你應該先冷靜下來 美國的股市就算它在期貨 我們的盤前 它曾經大跌400多點 它昨天的收盤指數 是28703點的道琼 400多點 你扣一下 那是不是呢 我算扣500點好不好 它是28200點 也就是說28200點 它才會去跌破了月線所在的位置 它連季線都沒有碰到 但是我們的台灣股市 在這一波裡面 在國際股市上面而言 我們算是跌幅很大的 像大陸的股市 在整個一個攻上3100點 它來到了壓力區 3100到3200是它的壓力區 它來到壓力區 隨著這個時間點 這些的因素 它才呈現了拉回 才呈現了拉回 那昨天的南韓股市跟日本股市 是反彈的 但是台北股市是一路的下跌 那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裡面 就跟大家講過 你在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記住 技術面有它技術面的優勢 基本面有基本面的優點 那我們說過在昨天裡面 如果就極短線 它因為5日均線的覆乖 它是很大的 很大的過程中 它容易什麼 你殺下去它容易反彈 那你看在今天裡面的台北股市 它曾經一開盤 一聲給你殺102點 但它還給你彈到平盤上 然後彈到平盤上 你要留意到 它整個投資的信心很容易潰散 尤其是一些在籌碼上面而言 比較亂的個股 它會更明顯 那潛跌的市場上面就像OTC 在今天的集中市場上面 因為負乖率很大 有往上帶了 那你來看OTC的一個市場 我給大家看一下 OTC的市場上面 砰砰砰 四根長黑K 距離5日均線的覆乖率這麼大 它依舊收在最低 為什麼 因為它的融資的水位 它的融資的水位上面來講 它很高 它在最近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發覺到 它的融資水位是很高 資增 眷檢 籌碼就亂了 你籌碼亂的過程之中 你很多好的個股 容易被挫殺 那第二件事情 OTC一向是什麼 一向只會超漲跟超跌 它的特質就是如此 那是沒有辦法的 而且OTC在技術面上面來講 你看它的一個季線 這是月線 月線已經下彎 所以它的一個死亡交叉 它已經成形 再過來它的季線 是在這裡 也就是說整個OTC 它的季線未來裡面 它有一段時間 還扣得比現在來的低 可是如果你再不漲 它會扣高 所以OTC在這種過程之中 我就會建議大家 你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們在昨天 就提醒過大家 集中市場 OTC市場都一樣 今天過後的台北股市 它的日KD指標 會落入到低檔的超賣區 所以你手上 有個股的過程之中 我們在之前 台北股市 1月3號出現巨量式的黑K 集中市場OTC都是如此 我有說OTC是更麻煩的 我當時候就跟大家講 OTC是更麻煩 所以你可以四度的調節股票 出要大於進 台北股市已經變成防守盤 中值 跌時要中值 你不要再去考慮選舉上面的因素 選舉到底選後到底怎麼樣 想那麼多幹什麼 我就跟大家講說在這個階段之中 你要從一些基本面的角度去做出發 你以外資的角度 我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你龍頭型的全資個股暫且避開 我用讚這個字光望避開 因為外資賺這麼多 它從10180年以來 它其實就是台北股市最大的買盤 它賺到匯率 它賺到股價 那在最近裡面新台幣來講 你可以發覺到 它並沒有大幅的貶值 可是它有沒有在持續的 往1比30 1比29 1比28來升 沒有 那就代表外資它沒有匯出 但是它匯進來的力量也減弱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賺那麼多的過程中 就像觀眾朋友 你如果賺很多 你的持股比例很高 你可不可以賣股票 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它是真正的難 是難在哪裡 你現在裡面來講 賺錢的股票 你要不要賣 賠錢的股票 要不要賣 我覺得最難是在這裡 以外資來講 它不難 因為它有期貨選擇權 跟現貨市場上面 它可有太多的一些的工具 所以在這時機點裡面來講說 面對不確定的因素 我個人我也跟大家分析過 我說現在大家 像今天我又聽到說 第四次世界大戰 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議題上面來講的話 有沒有太無聊 真的是嚇死所有投資人的寶寶了 真的是嚇死寶寶了 哪那麼恐怖 我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也給大家看過 在當時候台北股市 12682的跌下來 它是從資產的泡沫化 8月2號 8月2號是在這裡 它反彈之後遇到了 伊拉克攻打科威特之後 它進行了波士汪的危機 第三次的石油危機 才這樣跌下來 而當時候的所有的油價 這是第一次石油危機 它漲四倍 這是第二次石油危機 這是盛戰 加薩走廊以色列的問題 盛戰 然後造成的漲四倍 再過來是美國上面本身的問題 漲了幾倍 兩倍 後來來講波士灣的危機 它漲了將近三倍 那我問大家 你今天已經都知道 美國股市的盤前的期貨 大跌400多點 台北股市大跌 對不對 那我請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給大家看 這是1月8號 這是1月8號 不蘭特油價 這是期貨 期貨不是現貨 漲1% 因為你要知道美國的川普 他其實就是另闢戰場 給他的金主賺多一點 對不對 我說過共和黨的金主一定是油商 一定是國防 這是每一次千古不變的一個道理 油價這麼的低 適度的上來 我就是OK的 而且美國在這一次一直在降息 不是來自於他們就業不好 他們就業很好 失業率不高 但是都是來自於通膨 大家怕通縮 有時候適度的通膨 是代表景氣的回溫 所以適度讓油價上來 並不是一件壞事情 但是油價不能夠漲破 一桶90塊 那你想想看 不然透原油上面來講 尤其是美國 美國的頁岩油 它已經多到 可以生產到 不僅可以供 美國全國上面的使用 它甚至可以賣到國外 那你覺得在這一次中東 有沒有辦法 像之前一樣 用油價 第一次的石油危機 盛戰 它就是這樣子 我石油禁運 我不給你們這些國家 美國就嚇死了 你知道嗎 美國就嚇死了 可是現在的頁岩油 它不會嚇到它 我覺得它就是在逼迫伊朗 因為美國跟伊朗一直有很大的問題 很多的衝突 它就是要逼伊朗上談判桌 就是這麼的簡單 所有的東西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說政治跟經濟只要搞在一起 它就是很困難 但是我跟大家講 冷靜下來 我覺得不會世界大戰 沒那麼簡單 現在的國防科技有多厲害 無人飛機 大家就來這樣子 在局部性的 區域性的 而且你有沒有發覺這幾年來 你也沒有聽到S恐怖的一些的東西 因為他們真的被牽滅滿多的 被牽滅滿多 但是小型的 小型零星式的恐怖的攻擊 我就會發生 嘴巴上面 嘴巴上面大家互罵 互槓 互打 我覺得是一定的 就像當時候的中美貿易協議是一樣 但是並不會像你想像中的 這麼的可怕 但是整個一個台北股市 我們拉回到策略面 我跟大家講過說 台北股市不用預設高點 在之前 可是你要留意什麼 轉弱的訊號 其中有一個 就是只要巨量式的長黑K 1600以上 你就是要小心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也跟大家講 當時候電子資金比重也過熱 然後整個台北股市 巨量式的黑K 尤其是OTC OTC還沒有發聲 美國去攻 攻整個伊朗伊拉克的一個叛軍的 不能說叛軍 降領的過程之中 其實OTC早就開高走低 你不相信 你去看那5分鐘的走勢圖 因為現在是就例年前長假效應 民種要收散 收資金 所以在就例年前 本來它的逢高就會有賣壓 那你這種東西 你一定要回想到 這個時間點的操作 下個禮拜四之前都是一樣 也就你的衝高你是不能追高 你要價值型的投資 就是只能低接 而且你現在買不是 你不是用那很投機的心態 你要放眼2020年 來去想未來裡面來講話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也跟大家講過 你要暫且避開全職個股 1月6號 避開全職個股 因為我覺得外資 它會因為台幣不再的升值 它賺太多而去做減碼 我建議大家要種植 轉工為首 已經說了很多天了 昨天有分析過這三大利空 我說國際的GDR 是實質性的利空 它會變成 外資會去做套利 一直到什麼GDR的定價 它才確定 所以很多現今政治 大家回想一下 不管是連貌 不管是郁金光都一樣 它只要衝上去 它就會套利 可是下來就會有一定的支撐 然後等到整個一個籌碼 重新回歸 那個時間點裡面來講 它才會好 所以國際也是如此 所以被動元件的一個主角 你現在拉回到看什麼 看2492的華星科 因為它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它在今天會相對性的抗跌 而且它漲幅 比國際比較小一點點 第二件事情 三星低價搶單的東西裡面 是舊穩 而且我覺得根本不造成問題 低價 低價你有沒有品質 這個東西都要有待時間的考驗 第三個華為的砍單 我說手機真的砍單 因為沒有Google平台 你在海外的銷售 就像你在台灣 你會願意買沒有Google平台的嗎 你不願意 我們每一天都用手機裡面 Google搜尋Google搜尋 沒有Google的服務平台 它賣得不好 但其他的 中國智慧型手機會受到影響 不會 全世界它的手機永遠是什麼 四占率的洗牌 所以你只要不是 不是說你都純接華為的 那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在這種時間點裡面來講話 它的5G的基地台的訂單 2月就會出來 12月已經出來了 1月是因為工作天數的問題 因為中國大陸也放舊歷年 2月它的訂單又會出來 所以這個只有半個利空 手機的確是利空的 在這個時間點的台北股市 我跟大家講 12023 12197已經變成上檔上面 非常非常大的反壓 如果台北股市在這一次的極短線 整個空方式要結束 它要佔五日均線三個營業日 季線附近 不管季線破與不破 短期不殺低 我是講集中市場 OTC變成這幾天 到舊歷年它是一個關鍵 而且它要急談 急談它才會有幫助的 如果五日均線向下穿越過 月均線 OTC已經形成死亡交叉了 但是集中市場上面 如果不能夠馬上往上談 月線未來會扣高 你就要記住 它就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的整理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的整理 你會害怕嗎 不用過度的擔心 因為我跟大家講過 蘋果的手機 5G的基地台 寒假效應的個股 所有的二月份的營收 都會上去 都會上去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拉回 長多的架構 短期是不會變的 這個時間點 我知道大家都沒有信心 但是我跟大家講 我絕對不是一個死多頭 我如果修正我的看法 我一定會在這個節目裡面 告訴你 就像台北股11月3號 我告訴你 巨量的長黑K 你可以出 多於進 那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去 尋求什麼 譬如說你之前賣的 你現在有差價 你要不要買回來 或是你賣了 手上有現金部位 你現在要買什麼樣的個股 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做 一些考量的動作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我建議投資朋友 短線上面 我知道大家的信心都浮動了 可是我希望你冷靜下來 尊重趨勢 有時候我們常常在講 短線上面的技術面的轉弱 它往往是什麼 長線投資價值的浮現 我在之前給大家看過 台積電任何一個波段的低點 技術面永遠是轉弱 之前的台光電120塊錢以下 漲到140塊錢 技術面也是轉弱 所以真正好的投資價值 一定是在技術面轉弱 技術面的好處會讓你避開什麼 你覺得都是利多為什麼股價跌 那個時間點是你一個 很好的檢視的時候 可是整個在低檔的時候 只有基本面 它會讓你買到投資的價位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放眼2020年 不要太過短次 我一直跟他講 現在裡面台北股市 我跟你講整理一個月 一月份都是整理 二月的下旬左右 元宵節過後 我覺得台北股市是有機會的 我是從基本面的角度告訴大家 放眼2020年 趁著這一次的拉回 去尋求什麼 有直優的個股上面 波段的買點 這是我在這個節目裡面 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再針對個股或是產業 來介紹給大家 上班了 所以我就想說幫他洗啊 四肢皮靶潤喉糖 女力報導 小資女上班季 最重視 意想不到的柔滑好推 日本熱銷 魅點高寶濕粉底霜 均勻服貼好上手 絕不失敗的光澤美肌 讓你的魅力不止一點 魅點 全新光透柔膠蜜粉 大容量透亮再升級 用成國際投稿 秉持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永存國際投稿 擁有完善制度 頂進應軟體設備 補助投資準確性及失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一通建議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領域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領域投資的 不二選擇 永存國際投稿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存國際投稿 入會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選擇卡的阿里耶 衣服洗過還是有異味 都是細菌的問題 日本ARIEL抗菌洗衣精 不只洗淨更能深層抗菌抗臭 乾淨聞得到才是真抗菌 日本ARIEL全台熱賣中 相信安美諾 美麗是來自最深層的呵護 它是一整天都在幫你 修護你的肌膚 幫你淡化你的皺紋和斑點 除了可以淡化皺紋 淡化斑點之外 還可以改善暗沉蠟黃 以及膚色不均 給我美白修護 給我雙重的保養跟呵護 留住你最愛的時刻 安美諾屬於你的美麗承諾 蘇利孝含有兩種殺菌成分 治療咽喉鹽減緩咳嗽 我推薦蘇利孝 這是他們的傳統歌曲 這同樣也是他們的傳統圖案 這些都是原住民族的 傳統智慧創作 我們使用的都有取得原住民族的授權 這是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尊重 Samsung Galaxy A5171全新上市 新東洋陪您一起點亮團圓夜 Samsung Galaxy A5171登陸送雙向閃沖行動電源 新東洋陪您一起點亮團圓夜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剛才談到被動元件短期的一個指標上面 你變成要看華星科了 可是被動元件因為在這一次國劇的事件之後 我個人的預期它應該變成一個箱形 另外一部分記憶體可能因為國際大廠上面的失火事件 短期今天的記憶體因為美光的大漲 可能極短線上面它會稍微動一下 但是我都有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做短 在這個時間點都會有一定的風險性 因為這些的股票剛才談到記憶體的被動元件 其實外資的手上它都有一定的部位 另外一部分來講 明天就是大力光的一個法售會的一個區塊 當然第一件事情要看它的毛利 它毛利以前都非常的高 高達60%到70%之間 它的第四季很厲害 雖然12月份的營收不如預期 因為華為的一些的區塊月減兩成以上 但是它的達成率還是跟第三季 淡季不淡 如果它的EPS能夠符合預期到205塊以上 那我覺得這一檔個股上面來講的話 它就有一定的機會 那雖然我覺得整個連平董事長 一向是審話一哥 他不會講太多 但是我跟大家講 整個大力光 整個光學鏡頭的個股上面 都會比去年的同期來得更好 因為SE22月它要拉貨 第二季 第二季季底蘋果也要拉貨 第二季的一個區塊上面來講 非瓶的系列裡面都要拉貨 像大力光不管三星 不管華為 不管蘋果的訂單是不是都有 這個部分你自己去留意 那郁金光的部分 它主要是來自於蘋果的一個訂單 它其他的訂單並不多 占比並不多 那這一檔個股 我在之前我們就跟大家講 我的軍縣管理很大到600塊錢以上 我在這個節目並不等到他下來 跟大家講 我說過600塊錢整數關卡 你自己要去注意 但他這一次拉回角度非常的強 非常的強 雖然空方在這個時間點會仿扑 但是我提醒大家 如果撐過去了 他的年報沒有問題 那他的融券這麼的一個高 那就變成空方反撲 就是趁一月份 你到二月份裡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到三月份 你會有融券強補的壓力 一般咖空形態的個股上面 他會超漲 他會超漲 那到融券強補的一週左右的時間 那個時間點你再找一個短線上面的賣點 那我預計大力光他的就利年 我也是聽說了 當然要靠他們的公事派直接講 明天就是法說會應該會加班 蘋概個股裡面他都會去做加班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現在面對到這些不確定的因素上面 我也跟大家講 像3293的星象 他稱之為載經濟油性的概念個股 你可以發現他在這個價位區間裡面 橫盤很久 他曾經跌這一段 基本面沒有任何的問題的時候跌這一段 你從技術面的角度上面 你會不會去做停損 你一定要 可是你從基本面的角度 你會發覺營收都在創歷史新高 他在最近裡面你看又回來了 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有時候基本面 你要持續的追蹤 在技術面上面 他是一個輔助的工具 你自己留意 那宅經濟的部分 本來就是寒假概念個股 那也比較不會受到中東的一個影響性 那星象呢 營收上面如預期之中 他的一個12月份的營收再創歷史新高 12月份的營收同步的走高上面 我有跟大家講過半導體的設備 台積電12月份的營收不一定會成長 但是半導體的設備 因為台積電從資本支出105億 變成150億 這是增加將近5成 所有台積電相關的半導體的設備 12月份的營收會不錯 甚至有些的公司裡面來講話 在今年2020年 他的成長性都會不錯 這個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一個區塊 那不管是洪碩 加登 那今天公佈的是洪康 他也是營收上面來講話 他是非常好的 那至於在同心店 我們在之前就跟他講過 這個時間點的勝利 同心店會變成什麼 法人賣一堆 但並不是看壞同心店 他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買勝利會更便宜 你就看到外資不斷不斷套利 跟所謂的聯貌 國巨他都是一樣 他們會去套利 那在這種過程之中 變成說當你殺下來 套利完成 就是我買同心店也買好了 我把手上庫存的同心店也賣掉了之後 那那個時間點 未來裡面來講的話勝利的價值 因為他是明年6月30號合併 就是以同心店乘以1.244 你去算他的一些的價值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你有勝利的人 你應該是要去看同心店 同心店 同心店的12月份營收應該也還不錯 應該也還不錯 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我們在之前也談到過 台光店或是聯貿再次 聯貿其實去年的獲利 他不會比台光店好 台光店在公佈12月份的營收之後 已經優於預期 他比第三季衰減3%以內 大概會賺到9塊錢以上 但是聯貿 因為他主要供的是5GG地台 他賦予他的本益比會比較高 那他現金增值是115塊 所以這兩檔個股 大概120到130 他的鐵板區還算是支撐蠻強的 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 留意的一個區塊 那另外一個區塊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在今天裡面來講 可能因為時間來不及講 低劑淡劑不淡的個股上面 有些是寒假的概念個股 你都可以稍微 我們在未來的節目裡面 如果有時間來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裡面的圖書朋友 我希望你冷靜下來 這一次的拉回跟修正 來自於4個月的月線收紅 它是漲多之中的修正 它只是碰到利空 你會覺得修正的很快 但不是一件壞事情 放眼2020年 趁著這一次中短線的修正 好的個股 好的價格 要有勇氣跟智慧逢低存接 這樣的話你才能夠成為 2020年真正的贏家 打電話進來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